嗨各位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什么是资产配置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应该是近期的影片里面 算是比较坚涩一点困难度比较高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会关系到你将来 就是怎么在面对股市的这个波动 那你是否有可能会有防御性的这个部分 那我今天就是打算要用一些图表的部分 来跟大家聊聊 然后也跟让大家知道说 宝可梦最近的资产配置是怎么一回事 那将来我预期比如说20年后退休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呢 值得你就是很认真的一起来 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你对资产配置这样的概念 还是非常不熟悉的话呢 这支影片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你 好我们往下走 来OK好什么是资产配置 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会跟你讲一下资产配置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比重 会跟你分享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美股的投资竞赛 如果你想要参加活动的话 非常欢迎你就是来参加 我准备了一万块钱了要来送大家 那当然如果大家参加很踊跃 绩效很好我当然可以再加加码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基本上就是泡转一玉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认真的来学习 就是如何靠这个所谓的资产呢 为你就是比如说第二个分身 你有100万你有300万 然后让看这些钱呢 然后为你就是钱滚钱利滚利 我觉得这是对于将来的我们都会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往下走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到底什么是资产配置 其实我觉得 到底谁需要资产配置 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靠投资来获利的部分的话 就两种嘛 一个是主动投资 一个是被动投资 那主动投资我个人觉得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一家公司 我们贸然的去买这个公司 比如说我们听信名牌 或者是证件音乐员 就打电话叫我们来买 在你完全不了解 就是这一档股票的当下 你要进行这个买进的决定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参与股市的成长 有没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方式 或者是说不需要常常盯盘 或者是不需要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这种做法的话 其实我觉得资产配置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好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用这个图表的方式来跟大家就是一起模拟 应该是说现在是10月份嘛 那我们就从2020年的1月份走到9月份 就是这9个月的部分 如果我们用资产配置来做的话 到底会对我们的投资会不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效果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资产配置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是用简单的 比如说股票跟债券来做这个搭配的部分的话 其实在整个股市下跌的部分 那么你的债券的部分就可以做到所谓的防御的效果 不会说让你整个跌的那么惨 好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比较保守的话 那你自己本身在这个债券部分部位就可以多一点 那到底要拉怎样的比例的话呢 我觉得有一个参考值就是 你的年纪就是你的债券比例 好比如说我现在35岁 所以我的债券比例最好是放35% 那剩下的65%你可以放在攻击性的这个股票的部分 好那这样子搭配的话呢 基本上比较风险比较低一点 好那总比你100%完全都放在个股 那你所承受的风险当然比起来要在低一点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钱 就是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大额的亏损 所以我觉得用适当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比例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减少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冲击的部分 那当然之前有介绍过这个什么富邦奈米投 其实它也是一样 就是说它使用的是各种不同种类的ETF 来帮大家做一个所谓的完整的搭配 那如果你自己要前进每股 自己比如说你用风存股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部分 那你就真的要自己去拿捏这个比例 那就不是靠那个机器人 好他们可以帮你做了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人工去做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认知这个资产配置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除了交给别人做之外 你要自己操控 你自己操控的话 就是要自己每年去抓这个比例 然后来做调整这样子 好我们赶快来看我们的 接下来的这个重点 好来我们用图表实测给你看 那我在这边的话呢 我是自己就是拉表格去计算了 6个不同的情况 然后是以100万元 然后在2020年的1月投资到9月 那你就是一个我们现在10月份嘛 所以10月份的部分还没有投进去 所以10月份你就会保留就是大概是10万元的资金 那你分10次投一次就是投10万块嘛 投10次就100万 所以是90万的部分都已经在市场上面了 好那在这种每个月投资10万块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第一个表格的话 我要跟大家测试的是 我们都知道其实债券的部分 它可以起到防御的效果 所以我就试着每一个月投10万台币 那你换送过来就是3333美金再买BND这一档 那BND的话它其实在美国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全指数型的这个债券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个公债的搭配的话 其实你BND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选择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文章都有解释这样子 好那以BND为例的话呢 你可以看就是它其实在年初的话 它是83.98 然后在3月份股债开始的时候 它有稍微上扬到86 好那到后来的话 其实我最近一直往上走了 到9月份到上个月它还是88 所以我觉得公债的部分的话 其实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COVID-19的影响其实比较低 所以你每个月投资10万台币的部分 你可以买到的都是三四几三四几 那你连续9个月下来 你的位置大概就是345左右 那包括这个鼓励的部分 我也把它计算在下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赚到282块美金 好那总统统来讲的话 你如果到9月底 你来结算你的账户余额是 1021917元 也就是说你只买公债的部分 你没有亏钱哦 你还赚多少 2万1千块钱 好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是一个很保守的人的话 你100%放在公债 其实你是不会亏钱的 好那这个2%就差不多是通膨了 然后可能就被吃掉了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你100%资金 全部都放在公债的部分 那除了公债之外你有没有就是什么其他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美国经济成长 所以你就可以买这个全市场指数是股票的部分 那这边我实测的代表就是SPY 我们来看一下哦 SPY这边的话呢 好这个 它是追踪SP500的这个指数 好就是美国前五大 前五百大这个公司 好所组成的这个这个指数型基金 好那从一月份开始到九月份 也是每个月头十万台币 大概是3333美金左右 好那我美金的汇率以30比1算比较简单一点 好那呃它是 其实股票它的波动就比较大 你看一月份的话它是321.73美金 但是它到三月份的时候 掉到了257 它瞬间掉了70 好所以就大概掉了接近20%左右 就腰斩了所以三月份其实真的是一个蛮严重的时刻 就是全球性的这个下跌嘛 所以大家都有点恐慌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每个月持续的购买 其实你在三月份你买到的单位数会比较多 好就会来到12个单位左右 好那这样一去下来的话 其实你看哦 大概在五月份六月份它就已经回稳了 好就回到300多了 好所以到现在334又是比今年年初又再更高了 所以在这种操作模式之下呢 你的报酬率是多少 你看最下面 好就是到九月底的余额是 账上余额是108万7580一 就是8.7%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 比公债还要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做 呃配置或者是买商品的话 不要就是单一去压 这个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标定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风险其实很高 但是你看哦 如果你单买这个SP500 你可以拿到8.7% 你如果单买债券是只有2% 那如果来做混搭的话呢 你的结果会怎样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介绍 那除了美股的这个债券跟股票之外 我还要再介绍一档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产品 就是台湾股市的代表 就是0050 我们来看看0050 他如果你用这种投资策略 从1月买到9月 你的成效会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100%投入0050 从1月份每个月投10万美金 买这个标的 那他月数的话是89.95 他到3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看哦 他就掉到76 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个15%的跌幅吧 跌了不少 所以这部分的话其实你持续买的话 你买的单位数其实反而是最高的 1313左右 好 那持续买买到9月底 好 你总共累积的股数是9.9张 大概就是10张股票的意思啦 好 因为现在一张也是10万块 还蛮贵的 好 好 那你最后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因为他这段时间里面 1月份跟好像6月份 他有各发一次鼓励 这个鼓励我把它算在下面 好 再把它加进来之后呢 你的总报酬率是13%耶 哇 这个其实是超越美股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股市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你只是很单纯的买进 好 并且持有 然后只是不断的投入而已 他这个单位数 其实居然也不低 然后他所产生的这个 所谓的 呃 本金价利息的效应 居然有 1132180元 好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 以这三个数字来比的话 其实你看哦 2% 9% 13% 好 那你就会觉得说 哎 是不是应该就买台股就好 但当然这也不一定 因为 呃 我们 为什么 我们的台股的表现 这么强劲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那个台积电 台积电 他其实那个时候有暴冲 所以他的那个 把整个0050的成分股 现在是不是占到四成左右 所以那个 那个整个都往上拉起来了 好 但是我们不要事后诸葛 我们不能看后照镜开车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的 比如说单一个股的投资 单一个这个ETF的投资 他所做出来的绩效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 往下介绍的是真的来到资产配置的部分 就 第一个 如果我们用 比如说一半 一半是SPY 一半是BND 就5050 然后来进行投资 到底效果怎样 我们来往下看 就比如说 50%投入SPY 50%投入BND 你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上的数字 你就会发现 呃 在这里的话呢 呃 一个月头5万 然后 5万在这个SPY 一个月头5万在这个BND的部分 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诶这样子跑下来之后呢 呃 你的账户余额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SPY这边 你投资是50万左右嘛 那他最后的期末余额是54万3 那BND的部分的话呢 呃 他也是投50万嘛 那期末的余额是51万左右 好 所以 他这两个 呃 投资报酬率 把它总合起来 大概就是5%左右 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 其实 有很明显的帮你降低了波动 因为 在这个股灾发生的时候 其实 这个公债的部分 他其实是 没有跌很多的 好 所以他有帮你做到一些抗点的部分 那SPY他就不会跌到那么惨 到让你觉得说 哎 心里面很惊慌的部分 好 所以 这个资产配置的部分 他虽然说会把你的报酬率拉低一点点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你的心理素质够强的话 其实你是不用去害怕的 好 就是 你只要稳稳的去做你的资产配置 其实 我觉得你拿到的报酬率也不差 因为 其实在 呃 就是COVID-19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是赔钱的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简单的 一半一半的配置比例 其实 你是 哦 还可以赚钱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 大家可以参考 那另外一个要做测试的是 假如 你是 一半是0050 然后另外一半是公债的部分 那你的结果是怎样 来看一下 来 这个表格的话呢 就是 把一半投入0050 一半投入公债 好 那 每个月就是五万 五万这样子分开来看的话 你到期末 也就是说到九月底的部分的话呢 你的50万呢 在0050部分 它会成长为56万7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你的这个 放在公债的部分 50万会变成51万 左右 好 所以这两个 这个比例 加起来之后呢 好 它的 这个所谓的 平均报酬率呢 大概就是有到8%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只是 把你的这个 投资标的 把它由SBY 把它换成这个 所谓的0050 居然可以就是 往上加了3% 这个也是 蛮难得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 其实也不用太 看衰这个台股的部分 因为台股 它其实在今年上半年 觉得都还蛮强的 就是居然还可以到 这么高的 这个比例 但是呢 你如果要完全重压 就只买 这个0050 或是只买台肌定 我觉得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 高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 不论如何 你其实都还是要放一点 这个所谓的 公债的部分 来帮你做一个 这个防御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 我要再做一个测试 就是说 假如你的投资比例 有稍微改变一下 比如说 你是70% 放在0050 30%用公债 就比如说 用你的年龄比 你的年龄现在30岁 然后你就38%公债 你要看一下 这个结果怎么样 我往下看 你会发现 它这个 成效下来的话 70万 70万放在0050 然后它的账户余额 到9月底 它会变成79万4 也就是说 你赚了9万4 对 那再来的话 在公债的部分的话 因为你的比例变低了 30万 放在里面 那它最后就变成 30万6575 就只有赚一点点 那这样算起来 大概就2%左右 所以你这两个相比 Cup 最后你的平均报酬率 其实是10%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数字其实也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就是说 如果你主力都是在台股的部分的话 你如果放一点比例的公债 不论你是BND或者是IEF 或者是TLT 像这些 不管是几年期的 这个政府公债放下去 其实都有很明显的 就是有这个抗跌的效果 但我们不能够事后诸葛讲说 那早知道我就用0050就好了 但是0050它有时候也会跌 所以我觉得你适时的 在你的资产配置里面 放一点公债成分里面去 其实你的这个防御的效果 会蛮好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这些资料都是在Yahoo Finance 然后或者是 这个GoodInfo 上面你就可以找到 我们台股跟美股的所有资料 那你这些资料 你就可以用这种 ECELL的方式来做 比较 我很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去比较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 这数字拉下来 你就会有感觉 那像我的部分的话 是因为有去上课学习 上秋尚老师的课 所以后来我会用这种方式 就是自己去模拟 然后来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效果 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成效还不错 所以也是 今天特别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要做资产配置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东西 就是稍微去模拟一下 就是各个阶段的股灾 比如说2008年 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股灾 那2018年那时候有一个 就是莫名黑天眼忽然间掉下来 你如果用这些数字去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用哪样子的资产配置比置 好像是还不错的 那如果你自己测到后来 你会觉得说 我适合的股债比大概是多少 那么你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策略开始进场 那用这种做法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 比较不会当股灾来临的时候 你惊慌失措 然后就随意抛售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既定的 这个所谓的操作模式 那比如说 这股在过后之后 你会发现 我的这个股票的比例好像变高了 那债券的比例降低了 那怎么办 那你当然就是要卖掉股票的 某些超出来的比例 然后再回补到债券里面去 比如说你是6比4 那后来变7比3 那你就是要把10%的部分卖掉 然后再回补到那边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简单的 再平衡的这个动作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做菜平衡呢 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 你也可以选择统一 在年底的时候 就一年操作一次就好了 那你剩下时间 你其实可以去 做你想做的事情 像我的话就是 持续的分享信用卡的资讯 最后来说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花太多时间 在做资产配置 你只要一年回来瞄一次 那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资产配置的真正的精髓 就是它不是要你一直去那边 动来动去动来弄去 其实不用 你只是要用一个很 很确定的方向在走 那等到一年的时间过后 你要再重新调整 你就是再花一点时间 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比较好 你就不会花很多时间 在股市这个样子 那你的心也不会那么的浮 你只要时间到每个月 定期的把钱放进去 然后就是确认一下 就是那个比例是对的 就好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看一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自己的这个配置比重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我在两三年前 我就已经把钱放到美股里面去了 那现在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一点成效出来了 那因为这一次上课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报告自己的这个 资产配置的情况 包括还有就是 你最后 你希望达到怎样子的退休目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规划 那我自己本身已经有做了一些这个图表跟简报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现在放在VTI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圆柄图 VTI部分有放40% 那VT的部分是在更早之前 我就已经丢到美股去了 就占20% 所以我自己的股票型的ETF 其实就占了60% 这60%大概就是多少 60万台币 那再来的话呢 我看一下90万台币 那债券的部分我就放BND BND的话就只有放多少 就是15万台币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呢 你这些加起来 大概就是接近100万左右 是我放在这个美股的部分 那我自己本身在台湾还有持有一点现金 包括就是还有放 小比例的钱 在台股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部分 那虚拟货币的部分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投机的 所以这一块的部分 我其实没有放太多钱 那我也不会跟大家 一直去宣传说这样的操作多少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使用一些比较投机性 或者是说你比较看好的标的 然后你可以去试着去操作 但是这个钱不应该要影响到 你的整个资产配置的大格局 你可以拿5到10%来玩 那就算你把它全部亏掉了 它对你的资产配置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以这种方式下去操作的话 你有可能可以拿到市场平均报酬 还要再高一点点的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你自己 5到10%你自己努力嘛 那如果没有亏掉也没差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操作 其实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部分 这也是我一直奉行 跟我一直目前在做的这个方向 也提供给你参考 那为什么现金要20% 当然是因为你在台湾生活 你要有一些紧急预备金 所以我不会把我全部的钱 都放到股市里面去 所以我还会再放20 30万 左右在自己的身边 那这样你当然会比较安心 那再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要提出我的proposal 我自己的存钱计划是多少 之前我在我的影片里面 我的频道里面跟大家讲说 我大概1000万左右 我觉得就OK了 但是其实上了课之后 我反而觉得 我应该要调高 我自己的这个退休计划比例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将来可以过一些 比较好的生活 所以当我把我的存钱计划 往上调升到2000万的话呢 我应该要怎样才能够达到 那可能我的退休时间 就会变长了吗 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比如说 目前宝可梦预计 每个月除去7.5万元 把它投入每股 那我一年可以存多少 7.5乘以12 现在才大概是90 那我就抓松一点 90到100万 那我10年之内 我就可以放1000万 20年之内呢 我就可以存到2000万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辛苦 跟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一个月 因为就你想办法就是 死都要把它就是 挤出7.5万 接近8万块钱 把它放到市场里面去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可能要很认真的工作 很认真的接案子 很认真的去找合作厂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适合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状况 跟大家分享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觉得7.5万很痛苦 那你再往后退一位 就变7500好不好 这个7500跟7万 我就差了就是10倍嘛 但如果7500也可行的话 是不是对你来说就比较可行 对就是不见得一定要到7.8万 但是也许 以1万块的角度来去做 也许你也有可能可以达成 但是可能需要20年或30年的时间 也可以累积到接近多少钱 500万1000万 这样子 那以这个数字来算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每个月存7.5万 那么再加上复利的部分 到底要多久才能够存到2000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之前有写文章分享 但如果你没有看过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算给你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实验啦 那我之前不论是在这个讲座还是怎么样 我都有用这样子的表格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试算 这边每月投资金额很简单 你就写7500 那预计的投资报酬率为10% 那我的投资期间有20年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说 这样算出来之后 我到底会跑到多少钱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投资金额到 20年到期的话 我会拿到5429万905元 这个数字真的是 看起来就是有点惊人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可能都跟 这个字碰不到边 但是呢 如果我的投资期间 在往上多个两年到三年 我的确是有可能会翻倍为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所谓复利的这个惊人效力 用这个数字 其实也可以让你们大家去思考一下说 那我到底一个月要存多少钱 我才能够用最快的速度 去存到我想要的数字 但是我的投资本机 你看这边只有多少 各十百千 1818万而已 但是我滚出来的获利 居然有翻了一倍 跑到了361 3611万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那我们再往下调一下 因为5000万对我来说有点太多了 那如果我要2000万左右就好的话 那到底要多少呢 我输入12 我们来算一下 输入12这个数字其实就差不多是2000万左右了 所以我如果每个月存7万5 然后连续存12年 放到美股的投资里面去的话呢 那个总报酬率 每一年的年化报酬率有10% 连续走12年 那么我的本金就可以滚成2000万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我觉得听起来是reasonable 就是还蛮可能的 所以以这个数字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不要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是很难存得到的 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赚钱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月薪嘛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门槛降低一点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先试着存3000 先试着存5000 先试着存7000到1万 那么你先试着走一年两年之后 其实我觉得你慢慢就会有感觉 你会觉得你的钱越存越多 那当然资产配置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只有50万100万 我觉得你来做谈资产配置都有点太早 因为你才没几个钱嘛 那其实没有什么成效 如果你自己的资产已经累积到 比如说300万500万700万1000万 那么那个时候呢 再来讨论 比如说你都习惯放定存 那如果开始可以选择用一些 比如说股债平衡比的话 那也许它会对你的资产的增长 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是资产配置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要点 就是如果你没有钱是不用做的 因为你就先放定存吧 就是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我在课堂上有跟老师跟同学分享说 我预期退休的资产只有2000万 其实在那堂课里面很好玩 是大家都亦来亦去 就是5000万7000万 然后1亿 然后每一个不同人生阶段的人 都会有不同的苦恼 或者是他在担忧的事情 那我们这种小资组其实很少 就是可能一两百万在那边的其实都算是小咖 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 然后有时候是已婚夫妻一起去做财务规划 那他们可能目前现有的钱都已经三四千万以上了 所以这个推断来说是 piece of cake 所以我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我80%我就是放在美股 那剩下的20%在我的身边 我可能可以拿他来做一些自由的运用 或者是我要做一些风险操作都可以 但是呢剩下的80%我是不会动他 那2000万的80%是多少 1600万 那1600万到1800万这个数字 其实基本上我就是可以稳稳的拿这个 所谓每年的10%利息 那1800万的10%也就是180万嘛 那180万你如果把它除下来 其实你一个月也有15万 15万就算你记录通膨20年之后 他可能也有10万块的价值 所以你其实可以过得很好的 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真的想要退休 而且过一些不错的生活的话 你的确是应该要把你的这个退休的金的规划 应该要拉到2000万以上 那你可能才有办法去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 那像我们之前所跟大家介绍的500万 1000万其实这个数字都太少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世界的常轨里面去的话 只存1000万要退休真的是比较辛苦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用这个数字来跟大家这个分享 那最后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每股投资竞赛的话呢 我有准备1万块奖金最高 就是来邀请大家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我有教大家几个就是挑选标的的这个步骤跟心法 那你用这三招你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操作心法之后呢 你可以进行开户可以进行投资 那么每半年我们减合一次 一年之后呢我们会来做一个最后的总评比 所以这个数字当然是一番两个也不能造假吧 所以也邀请你来这个封存股开户 然后一起来使用这个产品 那么想办法压低自己的成本 然后做好适当的资产配置 也许半年后一年后 你就是这个我们的投资比赛的常胜君 如果这个成效很好 我当然愿意再撒钱再下去做嘛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当你开始投资 你那个投资手感 那个奈米投赛会家 投资手感就起来了 其实那个对你来说 其实投资这件事情就不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赚到钱我可以财富自由 但是我也希望我的粉丝朋友能够跟我一样 就是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 而是能够替用你的金钱变成你的第二个赚钱的分身 然后能够让你减轻生活上的负担 你有更多的时间跟余裕 可以去追寻你生命中 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不论是跟亲友相处 或者是追寻人生的第二春 然后发展自己的兴趣什么的 这些事情都远远比你 就是一直在股海中浮沉还要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一起 就是以解欲反 用简单的投资策略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赚到就是大盘该给的钱 那你把时间放长的话 其实你不要做不乱操作 也许你生活上你不会那么痛苦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的话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金句 金句也是受到缺道上老师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我们都输在旗袍边 但是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赢在转弯点 然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福小孩 所以我们的父母可能没有办法资助我们 没有办法让我们比如说出社会的时候 我们没有贷款 其实我自己有学生贷款 我甚至还了七八年 跟我累积到第一桶金的时间是一样的 我才把我三十几万的贷款给还掉 每个月扣三千扣三千 所以你的 你如果跟我是一样的人 其实你在刚出社会的话 你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要还钱 然后你要奉养父母 你也要想办法节省开支 因为你要存钱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过了这个门槛 你好不容易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已经一百万了 那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把握 然后你好不容易存到的这一桶金 然后让它可以为你赚取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复利 比如说你投资到10%报酬率的商品里面去 然后七二法则 七十二除以十 七点二年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35岁 我在42岁的时候 它已经变200万了 然后再过7年 我49岁了 我50岁快退休了 它已经变成400万了 那在这段时间 如果我一直投钱下去 其实它滚力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刚刚算过 如果不用到20岁20年后 我才可以拿得到2000万 我在第12年的时候 现在35吗 往下算47岁 我在47岁我就可以拿到2000万了 那如果我再辛苦一点 我做到55岁我就有5000万了 就只差7年 然后就真的 就是你的资产就翻了好几倍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去 听到那一个真的可以让你翻身的金额 那确实上导师说是10万美金 就300万台币 那台湾人的话 每个人对100万的认定不一样 但我觉得基本上是100万嘛 如果你真的存到100万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资产配置 那你也许透过一些正确的资产配置 可以让你在股市里面乘风破浪 那你最后就是可以真的赢在转弯点 那宝可梦已经有机会在转弯点超车了 你们已经抓到你们自己的机会了吗 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本钱 就是我们有时间 如果你真的现在22、23岁 接近30岁开始投资 每个月3500、7000一万 只要开始投 其实你的机会都比别人还多 所以这个真的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也希望你们看了之后真的可以去思考 那么不管是受到了奖金的利用还是怎么样 真的要开始去学习投资这一块 然后把它变成是你生活中 就像喝水一样那么自然的东西 你不会去恐惧投资 你也不会恐惧去进入股市 那么将来在最后最后的这个终点 真的就会有一些很美好很甜美的果实在等你 好不好 注意风险 注意安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非常欢迎你就是按赞留言分享订阅 好 这些都要做哦 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了哦 拜拜 拜拜